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经常 就像一个人坐在这边 没事的样子 这就是心态平静的意思 也不要特别去想烦恼的事情 就像一个人吃饱饭 在散步运动 因为这个世间没什么事大不了 那也养成那种叫自在 所以他们叫观自在菩萨 那要这样去面对任何事情 一般讲话叫平常心 就是要接受无常 所以一般喜欢用天空来代表 那叫智慧 那叫智慧如虚空 那就是说 这个天空 它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天空之所以叫天空 是它没有分别 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那你就快乐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 这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叫执着分别 你又痛苦了 你会觉得这个对那个错 它对你来讲 它对你来讲就会有压力 所以对对错错 它都是一个因缘果报 就是我们唯一要做的 这种 慈悲心就好了 就像镜子放光 放光 你唯有 很干净的镜子 你才可以放光 才可以放光 所以就经常如此 但是这样的镜的目的是在想 也为了要产生最高的效率 我怎么去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因为你心里一乱 心里一动 那你就一直在烦你的事情 或者执着你的事情 你根本没办法 想到别人 想到世界 所以我们说 要跟自然合为一体 要跟众生合为一体 路边这么多人 他们在想什么 我怎么帮助他 如果你一直在想 你自己的心事 你就没办法想他的事情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让自己练习 没什么好紧张的 也没什么好大不了的 但是 唯一要做的是 帮助别人慈悲 因为帮助别人慈悲 没有烦恼 自己的事情就有烦恼 会给自己压力 好 我们来念一下 来 那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愿得自在智慧 愿圆满平等大悲 愿成就无上菩提 愿普度众生 同臣佛道 当然佛教希望我们大家一直这样发愿 愿自己如何 愿众生如何 愿世界如何 那我们必须引导我们的观念 有时候老实说 就像有位菩萨 他跟我说他要修行 他理的光头 如何如何如何 后来他就开始做生意 而且做的是燕窝的生意 当然燕窝的生意想都知道了 也不是很好的生意 但是我都问他 你不是要修行吗 你如果做这个生意 对你不好 但是他有一百个理由说 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他就失败得很严重 失败得很严重 还欠人家很多钱 那这个就是 就是如此 本来可以 不需要这么痛苦的 结果他越陷越深了 那修行的智慧 各位你就要去取舍 到底这样好不好 这个好不好 不是钱啊 我的感情啊 我的地位 这个好不好 是如不如法 符不符合因果 这一点一定要想清楚 符合因果 念一下 诸我莫作 众善奉行 那基本这个 要符合因果 我想各位 你到任何地方 你都想要赚钱 因为要生活嘛 那这个赚钱生活 符不符合因果 你不能说 钱多我就赚 钱少我不赚 那你宁可去赚钱多了 结果他是在造恶业的 伤害到别人或众生 那你就不能做 因为你越想要赚钱 你去做这个事情 就越损福报 事实上赚钱 不是奴隶来的 奴隶只是一个 小小的祝愿 是你有没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你在怎么用功 穷人永远比 有钱人用功 百钱还倍 但是他没钱 但有福报的人 他一辈子不知道 什么烦恼赚钱 他是烦恼用钱 所以 这些 好像看起来是不公平的 那这个不公平 是自己造的业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既然知道如此 痛苦来了 逆境来了 不顺利来了 你一定要赶快忏悔 如果痛苦来了 逆境来了 你越抱怨 你越倒霉 因为你不认错 不信因果 所以生病来了 我说痛苦来了 别人对你怎么样 你要马上反省 我的业报来了 所以我赶快忏悔 所以忏悔就是认错 也求佛菩萨加持 忏悔完以后 我赶快改变自己 去修福报 忏悔必须包括改正过时 你不能又重复 火上交火 这个不行 我就做那个 这个不行 干脆用赌博了 这个不行 我用骗的 那你把最后 好像你得到了 最后还不是下地狱 因为生命有轮回 你现在赚了很多钱 结果这个钱 不供你去买药 就是这句话 你现在赚了很多钱 结果你生的儿子 亲戚朋友 害你更惨 赚十块 他让你赔一百块 你才了解这个 因果业报 很可怕 所以各位 你归业三宝 你唯一要相信的 就是佛讲 诸儿魔作 众善奉行 诸 诸就是 余切小小的 坏事 伤害到 你都不能做 千万不要为了 金钱利益地位 去利用 伤害到别人 或众生 这一点 你一定要紧紧抓住 不然呢 就叫 罚我 罚往恢恢 你躲不掉了 对不对 这个因果这种东西 躲不掉了 因为 你自己种下去的 叶因 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 你跑到哪里 它又跟着你跑 这个种子碰到水 它就 啵 它就发作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经常忏悔 把累劫累势的 这些恶业种子 忏悔掉 所以我记得 我们出家人 乃至住在市场 每天都在忙着忏悔 至少晚上 每天 为自己忏悔还不够的 真正的菩萨是 代替众生忏悔 就像你的妈妈生病 那你一定要替你妈妈忏悔 对不对 因为她已经生病了 她不可能去忏悔 要替你的母亲 求忏悔 有没有用 可以 这个叫什么 来 转业 转业 可以的 因为她有你这个孝顺的 而你就没问题 就像所谓无视孤魂 什么叫无视孤魂 就是没有人拜她 没有人超度她 她就很可怜 叫无视孤魂 那讲到这个 希望大家慈悲 来 法会功德 回向所有无视孤魂 同享功德 同生净土 那各位永远要记住 特别你在海外 这种非佛教的地方 然后这些无名孤魂 无视孤魂 从来没有人回去 所谓超度她 关心她的 但是你走到哪里 你就慈悲 撒撒水 我想河南都是水 所以撒水没什么事的 因为 如果你在家里练好了 更好 大悲咒 钥匙咒 刚入水精炎 各种的咒语 跟水有关系的 那你走到哪里 多喷水 所以变成习惯 当然如果有些地方 可以布施几颗米 或者说七颗米就OK了 布施几颗米在树下 朝里面河边 特别河边 因为河边有很多叫 咽口鬼 有一种鬼 它就每天都在饥渴 然后呢 都在喷火烧自己 所以它就越想要喝水 然后越想要喝水呢 它就火越大 它喝的水都变汽油 变流酸 但是它就不断地受苦 但是它又停止不了喝水 的这种激动 所以就像吸毒人 它也知道吸毒最后就死 但是它那个毒瘾很强 它没办法 所以它们很痛苦的 那各位如果你 你走到哪里 给它们喷喷 你只要念观音菩萨还可以 我说你真的很 很慈悲 你也开咽喉咒 赶入水尘盐 药师中 它们喝得到 给它撒两颗米 欧安红 希望它们吃得到 那现在可以点香 点一两根香 希望它们闻得到 希望大家很喜欢点灯 各位最好 在你家的外面 有一个地方可以点灯 而且安全的地方 至少每天晚上 会点一个灯 因为到了晚上 那些孤魂野鬼 叫幽冥鬼 他们永远一个孤独 很孤独 乌漆妈黑的 他认为整个世界 就他一个众生 你看他多孤独 然后他心里面 一直想 就像一个妈妈 今天小孩子没回家 妈妈没办法睡觉 那种很激烈的想 想他的家人 有些人会相似病到自杀 但是那些鬼 就相似到病 又不能自杀 然后在永远在孤独 所以叫孤魂 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每次法会都会 男女孤魂 那没办法形容 就像各位 你的儿子不见了 那种痛苦 会让你一辈子痛苦 特别一个女人 她的老公没回家 她的坐船没回来 她那种孤独 如果你帮她点个灯 放在门口 让她不要灭掉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像英国人都会有个玻璃 对不对 放在里面 放在门口 这很慈悲的 所以我想这个世界 很少人知道这个 那各位既然愿意 修慈悲心 至少你要从与自己开始做起 所以放一杯水 有时候放一只香 放一些 一个饼干也好 我经常买了一个很小的盘子 上面放一块饼干 饼干下面给她放水 那融化都没关系 因为他们最喜欢什么 牛奶稀饭 孤魂野鬼嘴巴很干 又吞不下 但是呢 她又很喜欢奶味 这个奶味不是光人的奶 而是妈妈的味道 所以有些人说 那你叫我们不要喝牛奶 你干嘛用牛奶 我们不是喝 但是我们替母牛布施 而且肚那些可怜的小牛 需要牛奶 然后那这个母牛有福报 所以给她布施一点 牛奶的味道 给她点个光明灯 有些人很慈悲 给她挂个金凡 有些人地方还发着念佛基 对不对 这个很慈悲的 那各位你听我这样讲 如果你去做 你会觉得世间很温暖 所谓的快乐 是从你心里面快乐的 你内心充满悲心的时候 连你种在家里外面的 花草树木都会改变 很奇怪 然后你会发觉 我的腰痛怎么好了 我的腿痛好了 为什么因为你 生起这种平等的悲心的时候 你的烦恼贪嗔痴 就不会一直再进来 然后你就把它切断了 你的痛就停掉了 所以各位 所有的痛苦 病来自于心态 你心态改变了 身体就改变了 命运就改变了 世界就改变了 这是佛教讲的 再念出来 万法唯信造 心造天堂 心造地狱 心造净土 决定在你自己 所以我们叫一心念佛 所以保持这样的心态 内心很平静 但是随缘的去慈悲 就像刚刚我们想要做烟供 问一问不行 点一根香可以 OK了 不能点香 水也好 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悲心 如果你没有那个悲心 把烟供烧得很大 点了几万只香也没用 因为那个香之所以产生能量 去帮助众生 是因为我们的悲心 我想教堂里面点了这么多灯 如果加上一份悲心 这个灯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去转化这个世界 就像各位 荷兰的水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会念 来 南无宝记如来 on washi polo moni soha 对 你看到水就念宝记如来 这个水就变成一种超度众生的 住院 只要碰到这个水的 乃是鱼 乃是人 他就可以消业障 叫消业升天 这样 on washi polo moni soha 所以我们出家人都会背这个 护身咒 宝记如来咒 on washi polo moni soha 因为你只要喝水 煮开水 用肥皂洗手 碰到水你就会念这个咒 就算你煮开水 因为佛教里面 你煮开水 喝水 不念这个咒 犯杀身 水里面有细菌 你煮它的时候 就把它杀了 但是如果你在喝之前 煮之前念这个咒 就先把它超度了 就是这个意思 至少不跟它结二语 如果你背不起来 就把这个咒写好 on washi polo moni soha 我们有做成贴纸 就贴在你的水壶上 贴在你的茶杯上 就像我们筷子 我们筷子都印好了 on abhi la hon kata la man soha 故意印这个咒 送给人家 为什么特别吃肉了 他这个筷子碰到那个肉 那个肉先超度再说 这个筷子 你写好这个咒 更多人念 念各种的超度的咒语 这个筷子就叫 接触得解脱了 不管你夹什么 夹虾子夹肉夹鱼 但是不能倒过来说 所以我有这个筷子 我可以大吃大喝了 那你就颠倒了 是因为 因为对方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做不到 所以 当然你想吃素 但是你家里的人 如果因为你吃素 会打你 会骂你 那叫你因缘不成熟 但是你的动机 还是一个 我不忍心吃你 那还好 如果完全没有人阻止你 只是你自己的观念 或自己的欲望 那就叫造业了 我想不一样 所以就像我今天 前面有一盘肉 有人跟我说 你不吃哦 不吃我把这一只牛杀死 那我一定会吃的 因为我不吃这只牛杀死 我宁可 我宁可自己吃肉 我将来结恶缘 但是我将来可以跟它度它 那佛陀说 这个不是恶业 但是这一只牛 将来还是会跟我结缘 但是我就会努力度 但是我的动机 虽然吃肉了 但是是为了救另外一个牛 所以当然在吃的时候 也没有快乐可以 也没有好不好吃 对不对 就像佛陀说 如果你不得不吃肉 你要观想 那个肉是你唯一的独生子的肉 你要这样观想 你不能这样 嗯嗯好吃 那你是欲望 欲望呢 你就是早业了 这个骗也骗不了别人 所以一切唯心找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现在要做一点简单的诗诗 当然各位跟我念就可以 这里面有灯 有水 有食物 有花 很庄严 各位如果你去印尼 巴厘岛 他们做得更庄严 有树叶 有香 有灯 有米饭 他们会 供所有的神 然后再放在地上 上供 下施 所以给我念一下 特别我们写的牌位 来 供养一切佛 供养一切法 供养一切身 供养本师释迦摩尼佛 历代祖师大德 供养所有护法善神 化为甘露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所有众生 一切亡魂 欧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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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念 南无 沙瓦 丹太一道 瓦瓦之地 欧 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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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会念两遍 然后各位就观想 无量无边的甘露食物 当然你要观想这个灯 让它脱离 早上讲的男女孤魂 黑暗的痛苦 这个灯 最主要是 除了脱离战时的痛苦 让它看到 无量光 西方 极乐世界 所以你要加入这个观想 这个花 让它 替它供养诸佛 这个花 也让它像在荷兰的花园一样 不是地狱 而鬼道 这个花 变成在它去净土的 各种漂亮的花 就是说 你对每一个事情 要把它美化 这个水 变成甘露 这个牛奶 是慈悲的味道 这个面 饭 食物 都变成各种 他们喜欢的甘露 所以各位 一个修行人 他脑筋是很丰富的 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艺术家 一个有修行的人 为什么 各位 你到佛堂 佛堂里面都是特别庄严好看的 因为修行人 他的心态 就会反映他外表 他穿衣服 他的美学 很重要吧 如果一个人连穿个衣服都不好看 请问他修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煮的饭很难吃 请问你修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修行就是要给别人 暂时的快乐 好吃 好看 好听 了解吗 进一步 看到你的好的心 和进入好的世界 所以各位 你回去照好健身 你的头发长得好不好看 不好看 好好研究 从DNA改变 心态改变 头发的亮度就改变 你的气色也改变 眼神也改变 所以如果一个人 修行没有改变 代表这个人没修 所以我想水加甜的 加糖就会变甜的 怎么还咸的 还苦了呢 因为你的心态有问题 这个佛法的最重要 所有的根源 万法的根源 不离开你的心态 就记住这句话 因为我们的心态 而创造了六道轮回 第一二轨道 都是你的心态创造的 所以四心做佛 四心念佛 四心做佛 如何让你的心态在 佛的心菩提心 那你就是在净土吧 你也创造净土给别人 所以我们碰到一个善良的人 道德的人 慈悲的人 很福报 很快乐的 所以那这一点你要随时 所以那你现在除了自己 你要有这个心态 你就可以把万法都变成净土 变成佛 佛变成灯了 佛变成水了 佛变成奶水了 佛变成好吃的食物了 佛变成花了 你也讲一花一如来 一叶一世界 每一个叶子都变成净土了 每一个每一朵花都变成佛了 所以如果你心情很好 你今天种了奖卷 你这个时候在天堂了 你今天钱被骗了 这个时候你在地狱了 你的心态决定了 所以我们为了给别人快乐 那各位千万要保持心态的 平静 慈悲 你走到哪里 你就把佛的净土带到哪里了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修仪轨 非常好 欧摩尼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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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都不像观音菩萨 你念那么久干嘛 这样 因为他只是执着 我念几遍呢 我要干嘛 我要得到什么 你一点点都不像欧摩尼伯美 你一点点也不像阿弥陀佛 念佛的人 怎么那个脸看起来这么糟糕呢 因为他的内心里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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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赚钱了 阿弥陀佛 他还在想那些事情 我要消那个 我要得到那个 我要解决那个问题 那你在念的是一个 刀刀枪枪的问题 一个对立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阿弥陀佛有错 而是你的念头 跟阿弥陀佛不一样 那这个信仰 只是你的麻醉剂而已 对不对 麻醉你自己 而不是你改变你自己 所以佛陀要我们 尽管各位是个屠夫了 各位现在要 等一下要抓去观了 但是这一刻 我还是保持清静 这样就好了 因为明天是黑暗 还是光明 自己不知道 未来真的很恐怖 不知道 然后怎么办 那你很紧张就没有用 佛陀说 大转法论 这个时候 你赶快很清静 很清静 去念佛 去慈悲 奇怪你等一下出去 人家看不到你 以为你是个隐形人 你怎么跑掉 因为你心态改变 就像我的一位老和尚 叫戒德长老 那时候他们有七个法师 被绑起来 然后那时候没办法 日本人就用机枪扫射 在大陆 然后他想说 这下死了吧 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一直念观音菩萨 那用我保持背心 结果帮我他 全部都倒下去 倒下去了 他们都想说 他们全部死了 等那些军人走了 他自己爬起来 奇怪 神子被射到了 结果身体没被射到 他就走了 所以他后来到台湾来了 活到九十九岁 天天在超度 因为他了解这个 所以各位 因为他的心态 那时候是念观音菩萨 而是说 我不要被打死了 怎么办 爸爸妈妈 我不甘愿 那他就 子弹就在他身上 如果那个时候 他心态是慈悲 也对这些人 因为这些军人 也没办法 也不是故意 他要杀我 他是被下命令的 对不对 所以他保持慈悲的时候 子弹擦身而过 就把他绳子给射断了 他没事 所以他活过来 所以他很感恩 很慈悲 所以他就天天去慈悲吧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 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找我 师父 我找你 有事 我说没事 没事 你不要找我 因为你讲的事 你都解决不了 我已经跟你讲了慈悲 你听我讲那么多了 你还听不懂 那你就 你要相信佛法 你事情就解决 你找我也没用 因为你跟一百个法师 讲都没用 因为你不想改变心态 法师讲的老半天 就是法难道都没用 因为你用不了 你的心里面 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所以 心改变 世界改变 你不改变你的心 那就没办法 好 你拿一个东西要吃的时候 布施出去 你们想什么都满足了 透过这个布施 所以对我们来讲 是米 是米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这几颗米 对孤狠野鬼是什么 是他们生命的黄金 念一下 吃极解脱 离苦升天 往生净土 所以佛陀讲了 七颗米 念三遍 遍十咒 撒出去 这些恶鬼道 一言伏提 包括整个欧洲 的恶鬼道都吃得到 而且升天 往生净土 所以你不得不学 你一定要学 因为法门无量 誓愿 只要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 各位 等一下我们会 如果他们有空 买多一些米来 等一下 一人带一包回家 拜托你们 就开始去布施了 所以我们走到哪里 身上都会摆一点点米 布施 放一些水 到处去布施 乃至各位刚刚那个点香 你有药粉 对不对 这个香一点 你给它加一点点药粉 在香的头 那个有火的地方 马上它变成药味 也可以 乃至你用一点点香 就给它点火 它也会冒烟 对不对 一点点都没关系 一根手指头 这么小也没关系 重点是 你有在慈悲 最重要 因为你想到生病的众生 人还有医院 鬼没有医院 苦不苦 所以希望大家开鬼医院 我们叫众生医院 也叫幽民医院 就在你家门口 点一次香就对了 有时候你最好 给它摆个咒语贴在那边 香点在那边 水放在那边 灯点一个 你这个太慈悲了 就像尼泊尔的人 尼泊尔的人的房子 因为留好几个洞 为什么 这是他们传下来的传承 给鸟住 如果家里的房子 有几个洞 有鸟住 那个家就吉祥 就像我们 我们中国人 包括台湾人 如果家的屋檐 有燕子来 这下发了 你是良善之家 对不对 有燕子来 所以说 虽然我们要住房子 那至少 我们每一个动作 都能够利益众生 对众生有帮助 所以台湾人很喜欢说 猫来赚大钱 狗来付 或者狗来盖大房子 如果你能够收养 这些可怜的流浪动物的话 它对你是个很大的福报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 去帮助这些 所以我刚刚问我们 陈文龙菩萨说 我们喂海鸥有事吗 河南没事 那你们都多喂一点吧 我们到加拿大 还有一点事 英国也有事 只能偷偷喂 喂了就跑 所以那是各位 你在这边 野鸭那么多 荷兰的特点 就是水池多 水池里面有没有鱼啊 太多了 太多了 你一块面包 分做两种 像我们喂的时候 分做两种 干的小小 让它浮在水面上 喂小鱼 对不对 撕着捏成一团 丢在水里面 沉下去喂大鱼 所以 而且你喂鱼的时候 还要记住 水中亡魂 同享甘露 记住 只要有水里面 都有水中亡魂 海中有海中的亡魂 溺死的 古时候到现在战争 无论的各种方法 都有死亡为超度的 但是你喂的时候 有形无形 都同享功德 只要你有悲心 所以各位 至少你养成这个习惯 就不容易出问题 有时候 比如说你到一个房子 身体蛮健康 一进去以后 出来头痛 身体不舒服 因为里面有鬼 只是你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怎么阴凉 起鸡皮疙瘩 头痛 哪里痛 那所以 原因呢 哎呀 就是忘了做 所以如果你 到每一个地方 翁阿宏 观想一下 就像我们天天要住酒店 一定要 泰国人一定会先敲三个门 扣扣扣 我来哦 对不起哦 里面的众生 和平相处 扣扣扣 你尊重他 他尊重你 我们还不够 进去还拿个水跟米 翁阿宏 不是给他们 那你会觉得 水在里面 冷气也不会跳 晚上灯也不会亮 不然你会觉得 嘻嘻口口 这是什么一回事 两点就给你磨灵口 让你睡不着觉 为什么 他叫你好好想 他叫你好好想 你不理我 所以我想 学佛的慈悲是对 万事万物慈悲 只要有友情在你面前 你对我好 对我不好 你是一个蜜蜂 苍蝇 反正我就是要对你好 各位要做好决定 反正我就是要对你好 对这些无形的 这些土房子 房子有房子的地基组 各位你搬到一个家里 你这里面的地基组 你没有尊敬他 他会让你不好睡觉 很多有钱人 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本来他还赚钱很健康 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开始搬进去全家 就开始秉身 生意就垮了 为什么 因为这房子里面的地基组 不高兴你来 甚至你福报不够 他不理你 他障碍你的事业 所以这个时候 佛教教我们要尊敬一切 所以我们 像我天天在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我已经习惯了 我先到沙水 到酒店 每次一下车我就跑比较远 沙水 沙米 因为我有一次去印度 尼泊尔 有个野生植物园 那里面有很多动物 那天晚上我被压到天上 念什么都没用 隔天早上我另外一个法师 海盗法师你来都没有念 我都没有好累啊 来要念念大悲咒 咒咒甘露 死死 不能跟你掐到你田娘 我都对对对 吓坏了 所以 那各位你养成习惯 因为你尊重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也会尊重 就像你跑到人家 家里去睡觉 不打个招呼了 你连打招呼 他就不让你睡了 还没打招呼 他就把你打出去 外国人可以拿枪给你干掉了 所以万事万物都有他执着 这个土地是我的 这个房子是我的 这条河是我的 所以各位你不能在河里面 随便抓鱼 你抓鱼这些龙王很不高兴的 很恨你的 这些鱼是我的家族 你把我杀了干掉了 所以我想抓鱼的到后面都不好 是真的 因为你破坏到龙族的家庭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对万事万物 养成一个习惯 对人 你可以对他很好 供养他花 请他吃好吃的 我们对佛也是这样 对不对 漂亮的花 庄严的灯 好吃的食物 好喝的水 供养佛 那佛陀就是希望 很简单一句话 当你供养佛的时候 以这个方法去对待所有众生 对方会用他的佛性来对待你 我把你当作佛你就会变成佛来对待我 这一点就永远记住 你要永远的对佛菩萨的方法去对待别人 对待那个房子 对待那只蚂蚁 就会开发对方的佛性 就像一个女孩子 你信给她一朵花 她就觉得我一定很漂亮 因为她觉得你对她很尊敬 所以我想 那佛教就教你 你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就怎么对待你 你用慈悲心 对方用慈悲心 所以你用一个不好的心态 那对方也会对你不好的心态 所以各位不要虚伪 佛教里面叫 执心是道场 惨取虚伪 照何也 现在做生意 所以我送你一朵花 我陪你打高福求 目的呢 我要赚你的钱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一直在伤害自己 对方也不会相信你 因为他会觉得你跟他格格不入 所以 那各位如果你在社会 你希望能够赚很多钱 也很多人员 而且将来还可以推断佛法 那你要改变你的 对待人事物的方法 对待人事物的方法 你不用用什么心机 就像很多世间的学问 我要读到心理学博士 我要读到什么哲学博士 这样我才可以赢过对方 我可以拿到一个专业的执照 我可以赚多少钱 你跟对方都是对立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方法 虽然我们精进的学习 但是永远是慈悲的 永远是无我的 执心的去对待对方 这个人格你必须表现出来 你有这个动机以后 然后你研究 你看的越多 你功德越大 如果你这个动机不对 有私心 不好的 你研究越多 它变成毒 你会拿这个伤害别人 就像现在各位看网络 有些人透过文字在伤害对方 那些都是知识分子 他的笔很犀利的 这些都是读很多书 看很多 而且甚至用批评佛教 因为他佛心看很多 但佛心看很多 没有悲心 反而用佛教去伤害佛教 那这一点 如果各位想要修大乘佛教 那你就必须把这个改变掉 为什么 因为修大乘佛教才可以成佛 才可以真实帮助众生 那不然你就是修小乘佛教 那我只想要个人解脱 那也很好 那你就要天天的断除贪嗔痴 只是说小乘不究竟 佛成佛是希望让众生成佛 佛成佛是告诉所有众生都可成佛 这才是我们修大乘佛教的目的 那既然修大乘佛教 那各位就要广度众生 那广度众生 那你要接触众生 你要了解荷兰人 了解英国人 了解中国人 了解病人 了解有钱人 了解动物 不然你就不能普度众生 你要了解他的宗教 了解他的想法 因为了解他 你才可以跟他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各位会把荷兰语讲得很好 麻烦你 不要浪费你讲荷兰语的功德 拿来多读佛经 用荷兰语言来读对方 你最好不要穿这个衣服 因为他认为你是佛教徒 有时候不好度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服装 那你可能你会用 荷兰式的服装吧 但是你就代表一个 智慧跟慈悲就对了 当然出家并不是这个外表 出家是因为他 没有男女的欲望 没有金钱的欲望 所以他穿这个衣服 如果你穿这个衣服 在想着钱 想着男男女女 那你穿这个衣服也白穿了 所以观音菩萨没有分穿什么衣服 观音菩萨他就是慈悲 这样而已 那我想你在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用不一样的方法 去接触对方 但是你的动机比较重要 免得每次人家看到我们 他老外者会比少林拳 刚好我不会打拳 所以因为他只认识这个 所以到英国去穿这个 还没用 到英国要穿这个 他们认识 因为他们认识 拉玛拉玛 所以 当然每一个地方 不一样 但是你 所以我如果 如果我 我长期住在欧洲 美国 英国 我可能会去穿神父的衣服 至少不用 就是这样 看起来蛮好看的 但是人家会尊重你的外表 圣洁的外表 那就对了 当地圣洁的外表是什么 你就去实现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的心态 很重要 如何去 帮助别人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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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家已经很久了 却经常收到来信 问我何时回去 孩子 近况如何 《生命电视台》 离别甚久 如隔伤身 思念切切 昨夜 舞台起风雨 今日 青柔生凉 白草寒芳 想来 你在他乡 备受酷暑 安否 安否 何日归来 清凉肺腑 天气炎热 却已习惯 凉尘美景 繁华漫天 我还想再看看 去日匆匆 舞台已冰封千里 见你总不回复 想必太忙了吧 但也无妨 但也无妨 我等你 何知千载万载 记得上古之时 我初来舞台 也是白雪极山 天地曾经 我与一万菩萨 对作玄谈 想着佛法 如此精妙 直断人 生死苦海 却不能 说给你听 总觉突然 于是 我心凡差 说妙法 画贫女 赌众生 只为找到你 令你觉悟 我蹉跎半生 行遍世间路 木然回首 发现你在清凉时上 默默不语 你我之间 紧隔一脸幽默 日月催促 星霜易老 据我上次来信 逆辗转轮回 许多事 这百年岁月 竟如刹那云烟 我数次提笔 又放下 不知从何说起 这轮回的游戏 你可尽兴了 何来尽兴 尽是血泪斑斑 回首来时路 我拼搏又挣扎 喧嚣又孤寂 心中徒留一片狼藉 这轮回的酸心 不忍道 不忍闻 不忍在思议 这世界没有一丝一毫是可以皈依的 我们自己造的业所产生的网络的一个世界 所以完全的要皈依在这个清净无然 不生不灭的世界 听闻 你受苦 我已伤痛极了 现象世界 虚幻不实 又重苦逼迫 我常说 波热空气 就是为了 让你从痛苦中 超脱出来 玄之又玄 石难截了 不急 不急 先来陪福 福增 而会开 届时 自然明了 那我们在这里做义工 这就是修福报 小业障 福到一定的量上 才会看智慧 福跟智慧的关系 是一种量变到质变 大家要想见到文殊菩萨 也要有雄厚的福报的基础 然后在这个修福的过程当中呢 再去开发我们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来五台山最根本的目的 做了多少年不退不转 后来木然回首 在灯火阑珊处 就会觉悟我们的行性是什么 如辱不动的佛性 然后自己就会泪水疏然而下 回头如意 当你生命超于磁的时候 你恍然之间 你就会觉得 我在五台山 然后这个五台山 就不仅仅只是旅游者心中的五台山 而是你的心在般若空性的 在文殊菩萨的金色界的五台山 如果不是因为您 我如何能明了 自己是离家已久的漂泊者 如果有超越时空的洞见 才会发现 经事与您的相逢 是轮回中最圆满最温馨的机遇 事实上 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从没有分开过 如果你迷路了 走丢了 不论历经多少事 我都会把你找回来 牵着你的手 领你到轮回的出口 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佛 但是文殊菩萨还住在这个人间 我们能来见文殊菩萨 这个是文殊菩萨多大的慈悲呀 我爱智慧 文殊菩萨多大的慈悲呀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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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木参天 清风拂过 演出无量 妙法 音声 我再次等待 那万劫轮回的游子 我在此等待 那万劫轮回苦海的游子 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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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